VBS 讓你搞懂唱歌這件事 大家好 我是福星老師 新的一年 祝大家新享世成 歌唱的越來越好 最重要的是呢 要持續關注我們的頻道喔 又來到新的一起reaction 一起來聽歌啦 那距離上次我們一起聽歌 是不是有一段時間啦 是不 那今天要來聽什麼呢 欸 其實我很期待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的偶像 陶 陶著啦 對啦 陶著 俺ãos 回來啦 所以今天就要來聽陶長跟袁亞偉 翻唱愛玲良Forever Young 那這首歌呢 就是經典的音不高 可是特別難唱賣好聽的一首歌 那主要就是因為呢 它的音色的變化很細膩 情緒又很收斂 可是你在唱的時候呢 又不能讓聽眾感覺說 欸 你都沒有在表現情緒 所以特別複雜 我是覺得這首歌真心難唱啦 我聽到目前為止 我真的覺得只有 艾良和信惠老師唱的最好聽 不然你說嘛 你有聽過哪一種最好聽的版本 彈幕留言告訴我啊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聽啦 我們來聽陶澤和袁亞維在天賜的聲音2 唱的Forever Young 欸? 這首歌原來前奏長這樣嗎? 對啊 是艾依良的歌嘛 對啊 對啊 這是另外一首歌啊 no no 那穿這樣不會冷嗎 不管我是 對不起 沒有 吻 我能靠靠敵我 靠靠敵我 用我沙漢 在心中倒亮 他是全能欸 他的低頻也超好聽的 摩訊 我 efforts 對在暈眠深深遠 我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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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率還是很滿 很少女生可以聽頻率還這麼滿 愛的時間 世界 愛吧 愛吧 這種音色我覺得剛好 桃者的部分 還是我自己喜歡的 他要把音量收掉 就墊在很下面 還是讓主角是袁亞維 會發現他主歌 二咬字不太 就是一直處在一個狀態底下 我的嘴唇 就是我的固執 我的內藏 對嗎 就合成 但音樂的直覺不棒 不要搶手 你愛我都會告訴你 一定會那樣的愛上 Forever you 嗯 Forever you 可以 棒 他來了 來了來了 靈魂 靈魂 燃燒靈魂 那哪時候換我大哥唱啊 他那個弧度 音色的弧度其實很大 好 來了 好 來了 好 來了 我遺憾你數秒上過程 等 一到一間折斥了永恆 這邊呢 我活著不覺 我活著不覺 我的模樣 是你的模樣 是你的模樣 直接換音色的耶 去看吧 我也曾讓你去過傷 我會讓你去過傷 永恆一切都還渴望 夜的時間來 我會? 走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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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曾為你去流浪 我會? 我願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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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確實不會進來了 音色要再換一次 逃者的部分 幫換音樂可以跟他打的音色 對不對 逃者 哇 那天我離去 我回到思想 親愛的你 愛上沒有明天的 唱 喔 所以他的前奏 是跟這首歌有關的 他的前奏是這首歌的那個 對啦 我來跟你們講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 那天我離去 而我可以告訴你 親愛的你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 Fo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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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ng OK我們聽完了 那我有幾點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其實這首歌他本來就不太適合靜言 因為他原本就是偏向於安靜的曲風 然後再來就是 圓曲在聲音的力道上就不會特別注重 那我覺得這一段 就是這首歌他們前半段 他們兩個人啊 特別是Tia 他尺度拿捏就很剛好 我自己覺得我很喜歡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故意去做一個很咬字的動作 你們發現 就那個字會 然後讓那個咬字 讓那個聲音聽起來會有糾結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他音色的幅度 會故意跳很多 可是這兩個東西呢 又不會超過一個油膩線 什麼是油膩線 無法解釋 就是他不會超過音樂 他不會去搶那個戲 所以他的尺度就拿捏剛剛好 就還是保有圓曲那種安靜的樣子 我覺得 可以 然後說到那個 他的音色跳動嘛 他要跳得很極端 然後接口又要漂亮 可是他又不能凸 不能凸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他是 高亢低落 高亢低落 那如果你是 高亢低落 那就會很凸 凸出了 反正頻率會多出來 就會凸出那個音樂 因為音樂那時候是安靜的嘛 就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Respect 沒關係我會拼命讓你學會 只要你願意按下那訂閱鍵 你的歌唱問題再難解決 我們會一起面對 然後有一句呢 我覺得值得關注 副歌有一句 我覺得很好聽 就是學著遙望 手卻不會放 那個地方 學著遙望 手卻不會放 那他是怎麼唱的呢 他一開始是 純粹氣音空氣去帶閉合 然後慢慢的再把閉合酸回來 那這有什麼難處 難處就是他空氣會很好嘛 譬如說他是 學著遙望 手卻不會放 你看我也沒去 要死了 我記得原唱他是 學著 他都是氣音啦 學著遙望 手卻不會放 他是這樣唱的 學著遙望 手卻不會放 那這樣唱我覺得 好聽在哪裡呢 因為他會帶來一個窒息的感覺 然後他就符合他前面那個 嗚嗚嗚嗚的那個咬字 那個糾結感 那就如法炮製帶到這個副歌 好聽啊 好聽 再來就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陶澤的和聲呢 讓這首歌聽起來更高級的一個段位 我是這樣自己這樣覺得啦 因為他其實不是只有高三度 或低三度的和音 他還有很多選擇 很多旋律性的東西 OK 再一張啦 來啦 再一張啦 我支持我買買兩張 有沒有發現其實陶澤的技術回來了 七成 身為粉絲其實我感到非常開心 小粉絲 好 那其實呢 他還是用腔體縮小的概念去增加那個聲門閉合 那你都知道其實腔體縮小 就有機會去觸發假聲帶的靠龍 然後就會有雜音嘛 可是他在唱的時候還是會有一點雜音 可是你會發現他好像會比較專注在聲門閉合本身 而不是腔體縮小 所以他那個嘶啞聲音就比較少 那最後呢就是那個圓雅薇在唱那個最後一句 沒有明天的唱那個地方 其實我心裡面的期待啦 是他要收下來了嘛 因為歌曲 起承轉合 已經要結束了嘛 就像他唱了一個大長音 我心裡想說 是不是要 要洛數了嗎 沒有 陶澤馬上就接了一個 Forever young I wanna be forever young 沒有明天的唱 Forever young I wanna be forever young 那一首歌呢 其實就是呢 Alphaville的Forever young 同一個名字 那前面我在聽歌的時候 那個大提琴老師 不是有拉一個那個前奏嗎 那就是這首歌的過門 所以他做了一個前後呼應 然後再把情緒丟給陶澤 再做一個提升 然後再下降結束 OK 編排的其實挺不錯的 好啦 其實這段表演呢 是我在天赤聲音2裡面 最喜歡的表演之一 那他有這種比較磅礡的編排呢 我能夠理解 因為他畢竟是近年節目嘛 那你沒有刺激的話 就沒有收視率啊 但是他還保留了 原本原曲 所要的一個內斂的 一個感動的感覺 他還是在的 我覺得很棒 就是前面那些比較安靜的地方啊 他就是一直鋪墊那種 要滿意出來的情緒 哎呀呀呀 又沒有真的滿出來 一直到後面呢 爵士鼓進來 就是音樂比較忙的時候呢 他們的Vocal 才到另外一個Level 就符合音樂性 又不洛數嘛 讚讚 好啦 下次還要我 跟你們一起聽什麼歌呢 彈幕留言告訴我 VBS讓你搞懂 唱歌這件事我是福星老師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見拜拜